其间低建制的小房子 作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 内阁大堂为什么那么不受重视 关于明清良代的内阁 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敬请关注 大故宫第一部 第十四集 内阁大堂 明清良代的内阁 是封建王朝中央政府的最高办事机构 内阁中的大学士 地位类似于散相 但是当我们展开故宫的平面图后 却发现内阁大堂 被设置在外朝区的一个角落里 占地面积也很小 建筑规制也很低 与故宫前三殿后三宫相比 他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作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 内阁大堂为什么会设置在 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呢 从这一片片流离网中 从这一间间小房子里 从这一个个岁月痕迹里 我们一起找寻和回忆 这个小院子里的人和事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延重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一部 第十四集 内阁大堂 皇宫的外朝 东北文化殿我们讲了 西北武营殿也讲了 外朝还有个重要地儿 现在不开放 大家也没去过 我倒是都去过 很有意思 就是内阁 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 内阁大堂 我想要分三个题目 一 内阁变迁 二 臣氏父子 三 宰相之子 明清两朝 皇帝下面 有内阁 内阁下面六部 立护离兵心宫 六部 但是 明朝内阁 在哪办公 它有变化 那个办公地点什么样 现在看不到 清朝办公的地点 就是内阁大堂 就职 现在保存完好 内阁大学是 办公这个地方 全称叫 内阁大学是堂 简称呢 叫 大学是堂 或者 叫 内阁 大堂 这内阁呀 它是有变化的 朱元璋的时候 他是皇帝 下面说内阁 内阁说大学是 在下面六部 洪武十三年 1380年 发生一个重要事情 就是忽畏庸案 就朱元璋 把他宰相 打成一个案子 说判过案 杀了一大批人 火了 这朱元璋 从此 不设宰相 不设大学事 那怎么办 他直接领导六部 用我们今天话来说 是总统兼总理 直接领导六部 你这得有个条件 你皇帝必须亲政 每天都在处理具体事 你皇帝一带政 这二十几年不上朝 那政府机构怎么运转 没法运转了 运转失灵 所以朱元璋之后 永乐皇帝 他又开始用大学士 品级比较低 永乐的儿子 洪熙 洪熙的儿子宣德 就逐渐逐渐提高 大学士地位和权力 到了嘉靖年间 严嵩当权 内阁权力逐渐加大 这时候明时有句话 说严嵩啊 虽赫然为真宰相 这个制度就逐渐延续下来了 清朝大体也这样 那么这个内阁大唐 在什么地方 它有变化 我以清朝为例 来看一下 清朝这个内阁大唐 在哪呢 就在五门紫金城的城的 北侧 在文化殿的南面 在五门里 到太和门 它不有个东吴吗 这些和门 一东 东花门一西 就在这 这内阁大唐啊 多大呀 大学士殿堂啊 三间 满本唐 汉本唐 蒙古唐 什么意思啊 就是满文的档案 归满本唐 汉文大案归汉本唐 蒙古文大案归蒙古文唐 分的管理 蒙古文字 票仙处 就是起草 皇帝批示的草稿 相应的官员 很少 在这院办公 它的东侧 叫内阁大库 也是一个院 这个内阁大库 大案 明朝的大案 大部分毁 特别在明末 现在留存的很少 清朝内阁大库单 基本保存下来 这个档案 又矮又矮又小 体量小 建筑归个地 大家一看啊 跟那个前三殿 跟后三宫 那个辉煌壮丽比啊 我给它叫做 简陋 低矮 瞎小 显得微足不足道 就看出皇权之大 相权之小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将谈栏目 当年内阁大学室 就是在这样一个 不欺眼的小院子里办公 现在这个院子 并没有对游人开放 看着这样几间 间陋的小房子 我们不禁会唏嘘感慨 在这个小院子里 曾经发生过 哪些县为人知的故事呢 明朝的大学室 有多少 明史 载富年表 做了个统计 一共是189人 189个大学室 我们不能全讲 我们挑重点讲 讲什么呢 讲父子宰相 注意啊 明朝189个大学室 父子宰相 只有一段 这一段就是 陈以勤 陈于碧 父子 所以我要讲第二个题目 二 陈氏父子 陈以勤 1511到1586年 活了76岁 四川南充人 又小 很聪明 又很勇工 他考重近视 近视 又入了汉林院 就做皇子的老师 这是皇帝谁呢 是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有八个儿子 嘉靖皇帝先让老大 做太子 做太子 立了 立了两个月 死了 再立 立老二 老二十岁 又死了 这大臣 这大臣建议那 立老三 老三是谁呢 老三就是叫朱宰后 就是万历皇帝的爸爸 大臣说立皇三子 嘉靖皇帝说不可 前历两子皆死 环环在意 他不赶在地了 然后啊 老四死了 老五死了 老六死了 老七死了 老八也死了 就剩了个老三了 太子你是他意思 不是他意思 就是他了 他这老师是谁呢 是陈以琴 陈以琴他很用心的教导这皇子 这皇子啊 也有皇子难处啊 老三的皇子 富裕的欲望 这欲望三年啊 没发着俸禄了 没开工资了 很困难 他又不敢说 他说了 怕他爸爸不高兴给废了 那怎么办呢 三年不开工资 这很困难呢 他身边一个官员 怎么办呢 行贿 行那个张朝宰相 阎松的那儿子 叫阎世帆 花多少钱呢 花了一千两银子行贿 阎世帆人好吧 阎世帆人跟户部打个招呼 户部就把工资就给补发了 一次补发了三年 明朝亲王的俸禄多少钱呢 明史石火志 记载 亲王凤禄 每年 米五万代 超二万五千贯 锦四十匹 柱丝三百匹 沙罗各百匹 卷五百匹 东夏布各千匹 棉二千两 盐二百银 茶千斤 兼碎之 马 廖草 月之 五十匹 一年的凤梦 就说钱这一项 两万五千贯 就是两万五千两银子 两万五千两银子 三年呢 是七万五千两银子 花一千两银子 汇入一下 有人开玩笑说 也还是直的啊 嘉靖四十五年 嘉靖死了 这样玉王继位 就是荣庆皇帝 玉王做皇子的时候 很谨慎啊 一荡皇帝 变了 第一 戴政 他不上班啊 二是戴学 不好念书啊 他这老师亲一琴呢 就劝啊 开导他呀 他干嘛呀 又不上学 不上门 太奸 功女随拼 整天围着玩儿了 陈以琴很着急 龙庆皇帝 龙庆皇帝就劈了 劈他告老怀乡 林子偶还赏赐了他一下 明时对他有一个评价很高 说 说陈以琴称称心福岛 献纳良多 后仙既美既登相位 什么意思啊 就他儿子很好 他不做宰相了 他儿子皆做宰相 他儿子谁呢 就叫做陈宇碧 陈以琴碰上个 国外上朝的龙庆皇帝 同样 陈以琴的儿子陈于碧 也碰上了个 国外上朝的皇帝万历 龙庆和万历 这对父子皇帝 把陈以琴 陈于碧 这对父子宰相 难为的构想 面对龙庆皇帝的戴政 陈以琴无奈之下 只能告老还乡 那么面对万历皇帝的戴政 陈于碧会怎么办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 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战乱年代 这是一个雅字必报的乱世家族 司马义 司马师 司马昭 父子两代专权长达十六年 就为何没有登基成帝 太平皇帝司马延 为什么要把江山社稷 传给一个白痴儿子 同为司马家族的西晋宗士 如何上演惊心动魄的八王之乱 从司马懿到司马懿 七个司马市的连州大戏 一个家族的百年奋斗时 一段你不能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南开大学教授 这个陈于碧中了近史之后 后来就入了汉林院 用他爸爸做宰相 他爸爸退了之后 这个龙庆皇帝死得早 万历皇帝就继位 万历皇帝这个时候 陈于碧做宰相 大家注意 万历小时候是张居正当老师 万历还比较用功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了之后 不是陈于碧当宰相 这时候他就劝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就不打听了 劝什么呢 就是万历皇帝又在这 陈于碧就劝 万历好好接受 但是不做 有一次万历发火了 阎官三十个人 万历皇帝要惩罚他 陈于碧就给他们求情 万历皇帝不听 还是惩罚 两宫千清宫昆宁宫着火了 陈于碧就拿着说事 就请求万历皇帝 你要接见大臣 共商国事 万历皇帝还是不理 陈于碧一看 我说你也不听 建议你也不听 干脆我也回家了 万历皇帝也不行 你回家有辞职不行 你还得接着做 所以陈于碧就很闷 建议你 你又不听 我回家辞职 你又不准 就在这个大学食堂 就这么站着闷 看着那日营 就在那探息 也没办法 但是陈于碧 突然生病 死了 死了的时候才54岁 这在帝制时代 也还是不容易的 有人跟他不一样 就是宰相杨廷和和他儿子杨慎 他的经历和结果 和陈于琴 陈于碧 父子不同 所以我下面讲第三个题目 就是讲 杨廷和和他儿子杨慎 的历史故事 三宰相之子 有一件事情一说 大家都知道 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 林江仙 作者就是杨慎 为了说杨慎 还要把他爸爸杨廷和 请出来介绍一下 杨廷和 1459到1529 活了71岁 四川新都 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 杨廷和家有个特点 这是一宰相一状元六进士 杨廷和是宰相 他的儿子杨慎是状元 他父亲是进士 他和他弟弟是进士 他两个儿子是进士 再加上他一个村子是进士 四代 四代 一宰相一状元六进士 杨廷和小时候特别聪明 19岁 中了进士 在他爸爸之前 他先中了进士 中进士之后 后嘛就通过树籍式进了汉令院 就做了皇帝老师 杨廷和身立四朝 成化 洪志 正德 正德 正德皇帝到家境皇帝初期这段 这杨廷和 有三件事情 非常重要 第一 特殊 特殊时期奏定皇位 杨廷和 没有儿子 谁继承皇位 当朝宰相 杨廷和 就给皇太后 上了一章 什么呢 根据皇明祖训 父死子继 没有儿子怎么办呢 胸中弟姬 就来弟弟来继承皇位 弟弟是谁呢 就是他那个堂弟 就是后来这个家境皇帝 朱虎聪 这时候朱虎聪在哪 还在湖北的安禄 他把这个意见就奏报到皇太后那 皇太后很快就以先皇帝依诏 和皇太后的遗旨 两出名义 就又到了 杨廷和这 这样就宣布 有在安禄那个朱后聪 就是正德皇帝的从弟 就是堂弟 来继承皇位 这是一件大事情 第二 总览朝政三十八天 皇帝死了 这个消息要报到湖北 安禄 湖北那儿朱后聪 启程再来到北京 还在继了皇帝位 你才有皇权 中间整整三十八天 皇位空缺 这一段谁主持朝政 就是杨廷和主持三十八天的朝政 这三十八天呢 太重要了 杨廷和做了好多的事情 我举两件 咋叫 第一个就是惩治江兵 就正德皇帝啊 晚年太荒唐了 以后我还要讲 荒唐到离谱了 诅咒未念 那个坚定之臣 就叫江兵 坏师作戒 杨廷和 就和皇太后 合着 下了一刀 用太后的遗址 来处置着江兵 走上去之后 用他不能直接见太后啊 中间有个空档 这时候江兵就要起来 搞一些非常危险的活动 所以他特别着急 怕发生政变 但是很快呢 返回来了 就把江兵这个集团 就给扑灭 使政权安定 还有更重要是第二 就是正德皇帝那个时期 有很多的避正 要借这个时期给割除了 那用什么呢 用先皇帝的遗诏啊 新皇帝的诏书啊 这么来公布天下 这个诏书谁起草啊 就是宰相杨廷和 他们起草 其中一条 什么呢 就是锦衣卫 特务机关 等等这些人员 他叫财太啊 格除 十四万八千七百人 这数很大了 这都是权势人物啊 还有 减这个草粮 一百五十三万两千的 一百五十三万两千 弹是个什么概念呢 全年 曹梁说 大约这个战 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这一次就裁了 这一来不要紧啊 那些锦衣卫 平常娇横惯 你呀给他裁掉了 饭碗给敲了 这人就给他拼命了 他在上朝路上 就准备把他刺杀 暗杀了 好多情况有报道 杨廷和这 杨廷和又动用了皇家的 营兵 两个营上下朝保护他 少格除一点事情啊 损害一些人的利益啊 那些人拼命来反抗 不得了 还有第三 大礼仪之争 触犯皇帝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境谈栏目 大礼仪之争是指 嘉境皇帝 也就是明世宗朱厚聪 以地方藩王 驻驻皇位后 统治阶级内部 在皇统问题上的政治论证 斗争的焦点是 如何确定 其身负的尊号 实质是通过 大礼仪之争 打击杨廷和党 先朝合臣和言官 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 推行新政 但是 嘉境之所以能够 做上皇帝位 也是因为 有杨廷和的力推 因此 嘉境对杨廷和 也还是有所顾忌的 那么嘉境皇帝 会怎么对待杨廷和呢 嘉境皇帝 来了以后挺高兴啊 很感谢杨廷和啊 你奏定我当皇帝啊 感谢你定策啊 就赏赐杨廷和 一次赏赐杨廷和 晚辞 二次赏赐 晚辞 三次赏赐 晚辞 四次赏赐 还是坚决辞掉 不容易啊 嘉境皇帝大礼仪 他想争取杨廷和 赞成他啊 他就请杨廷和喝茶 劝这个 委婉地劝杨廷和支持他意思 杨廷和说了一句话 他说 臣不敢阿谀顺旨 我不敢阿谀奉迎 顺承 您的旨意 在帝制时代 君要臣死 臣不敢不死啊 他居然说出这句话 臣不敢阿谀顺旨 嘉境皇帝亲自首次 首书 给他 劝他 他怎么办呢 他封回 封了就退回 一次封回 两次封回 三次还封回 杨廷和宰相写奏书给嘉境皇帝 写了三十封 一封一封 嘉境皇帝完全给扣 不答 杨廷和一看 没有办法了 就说我身体不好 我回家吧 嘉境皇帝就批准了 他就回老家 输出了 虽然杨廷和能够全身而退 告老闻江 但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 却仍然留在朝中作官 滚滚长江 东逝水 浪华逃尽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这是杨慎临江仙中的名句 也是杨慎历经沧桑后的溃态 那么杨廷和离朝后 杨慎的人生命运 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他又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写出了千古俱唱 临江仙 这个杨慎呢 小时候就特别聪明 他爸爸19岁中进士 他是24岁中状元 许说24岁很年轻了 进京朝野 因为他爸爸有宰相 这样他爸爸因为正年不过就退了 他留在朝廷里头 留在朝廷里头 这个时候 朝廷里一部分大臣 比如张聪啊等等 就支持嘉靖皇帝大理这个看法 谁就不同意 不同意 他就连了遭了几次打击 第一 罚粪 就扣你工资了 用什么呢 就是原来他爸爸给政敌叫贵恶 就给皇帝建议 就是封 杨慎到汉林院 到汉林 杨慎这个人有骨气啊 他不但一个人 他集合了36个人 都是很有名的人 上书 说什么呢 臣宗与恶辈 学术不同 我们跟贵恶学术不同 臣等不能与同列 我不能跟他同列 愿赐罢赤 我不但不生 还希望把我跟免了 人家也是大学士啊 这贵恶提出来 又做到家境 家境一看 家境狂你可能心里想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罚你 罚两个月工资 以为这样能压住养生 第一次就接了 第二 庭障 杨慎呢 又集合一些人 在左顺门外 左顺门讲过 现在的邪和门 汉门大哭 深圳殿堂 这消息传到家境皇帝 查杨慎等几个人为首 家境皇帝说 当堂 庭障 不是在武门外 庭障 在庙堂 庭障 接着就第三 浅述 有人诱告 说是跳头的 就是那杨慎 家境皇帝下令 把杨慎潜入 发配到云南 永昌 这个地方啊 就是现在云南的宝山 很边缘的 燕章之地 原来他爸爸改革的时候 损害某些人 那些人 就准备在路上 把杨慎杀了 杨慎得到消息以后 就是绕道走 小身谨慎 勉勉强强的 夺过这关 就到了浅述 到了云南的永昌 在那儿啊 一呆啊 诸位啊 35年啊 中介儿 家境皇帝问 说杨慎怎么样 他父亲生前 一些朋友 赶紧奏报皇帝 老病也 又老又病啊 皇帝你放心吧 他闹不了事了 这话传到杨慎的耳朵里头 杨慎觉得没有戏了 就回朝来 但是家境皇帝 在位实验太长了 45年啊 他要向他前任 郑德皇帝那十几年 那么他可能回来 回来肯定就是宰相了 没有问题 他在那个地方 燕章之地啊 他父亲故去了 请假 回家给他父亲发丧啊 不同意啊 又再申请 同意了 从云南啊 走着 回到四川承舵 给他父亲发丧 丧事刚一办完 不能停留 马上再回到 永昌 树地 他到七十岁的时候 老了 他没请假 我走了 就回了四川了 巡抚发现了 派了官兵 到四川 成都这儿 又把他抓回来 又压到这个 用场 过了两年 七十二岁 杨慎就死在 树所 前后 三十五年 明朝 被誉为三大才子 一个是谢继 我讲过 一个是西位 再一个就是杨慎 以财学之博 著述之风 史推 杨慎 第一 有一百多种著作 传世 杨慎既是大才子 又经受了大磨难 所以他才能写出了一首 著名的词 滚滚昌江 东是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渡 西洋 白发鱼桥 江祖上 观看 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 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复笑谈中 这首词 有很多种解释 我从一个侧面说 杨慎这首词啊 我觉得突出了空灵 滚滚昌江 石的 东是水 流过去了空 浪花淘尽英雄 英雄是石了 被浪花淘尽 又是空 是非成败 转头空 还是空 青山依旧在 是石 几渡西洋红 西洋红完了 就是黑夜 青山也看不见 还是空 白发鱼桥江 主上 观看 秋月春风 春风是虚的 风什么样 看不到 你看着刮的是树印 看着不是风 一壶浊酒 喜相逢 是石的 最后呢 古今多少事都富 笑谈不出 空的 没有杰出的文才 没有大碑的阅历 写不出这首词来 杨廷和和他儿子杨慎 父子俩 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 做出贡献 但是父子俩有不同 不同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 是因为而不可为 随利为亦不能为 则退之 是为原通 如杨慎之父 杨廷和 事应为而不可为 但利为亦不能为 则为之 是为风骨 如杨廷和之子 杨慎 兼命运不斗 谁可以被摧毁 但不能被征服 这是人们敬仰的 崇高的品格 但是 作何选择 都是 智慧 下一讲 还接着讲 内阁大堂 题目是 父子 再相 谢谢大家 这里 位居紫禁城 自为偏远的角落 却是整个 清王朝 政治运转的 重要中心 这里是紫禁城 最为简陋寒酸的地方 却走出了 两百多位 指点江山的宰相 甚至 父子两代人 同为宰相的情况 也并不少见 内阁大堂 这个毫不起眼的 小小院路 究竟如何见证了 清朝宰相们的跌宕人生 敬请关注 大故宫第一部 第十五集 父子宰相